家人吗 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一把什么枪啊 众所周知冲锋枪一般都是具有高射速高机动或者低射速伤害高的特点吧 就比如说短剑的111射速和麦克什的120射速确实是射速中的天花板 就连低射速的ksb45和gks这样都具有三枪秒人的恐怖爆发 直到我看见这把枪中等射速中等伤害 而且配件还减射速增加子弹的冲击力 这一看就是一把很普通的步枪吧 但其实它是一把冲锋枪 虽然说这把枪的基础机动性确实很像一把冲锋枪 但是为什么你的子弹也跟冲锋枪一样少啊 取其糟粕 取其精华是吧 于是我就去问了一下国一agr 他说这把枪一定要带685.56弹夹 装这个弹夹这把枪拉满射成20米也只能5枪到30米就更不用说了 更是重量级不装了之后 同样的配件20米居然能稳定四项到30米也能四项到 最重要是他更持久啊 哪个男孩子不爱呢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国一agr给我发的配件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的是多赛季国一agr保持着零度0 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这把枪啊 下面就是他的秘质配件 ok 接下来我们用这套配件去打实战 这边我们也是实际进了一个野拍房间增加下难度 ok 看来不拿着真实力是不行了 国一agr申请出战 我出国一agr申请出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